我是李嘉雄 現在在武昌街 跟昆明街交叉口的星巴克 等著準備看電影 剛剛打完那篇生命又一章 提到了早上遊玩與外 最重要是提到我的指押事務門 我這個禮拜從昨天開始 二 三 四 五 六 五天 全部指押 今天是美容指押一小時 其他四天都泰式指押 那這指押 不管是美容指押 泰式指押 它們的重點就只有三個地方 三個懷區 這三個懷區非常重要 一個是枕懷 一個手腕的手懷 一個腳懷 那手懷呢 手腕這裡有八塊 周月三碗大腳投鉤 八塊頑骨 腳懷呢 有腫骨 巨骨 周鑽骨 還有第一二三七串骨這樣 那它最重要是 我們的手的話像這個 驅母腸肌 身食指肌 它所經過的這些頑骨呢 像我昨天跑步十公里 那它的擺動 就是像我腳 如果說我跑了兩千八百下 兩千八百下 也就甩動快三千下 這三千下呢 它這個功勞肌 會功肌 身食肌都很吃力 那腳呢 一樣 腳踝 它 它 肥骨長肌 肥骨短肌 筋骨前肌 筋骨後肌 都一樣吃力 那今天想要跟各位 在這次面講的就是 整懷 整懷就是整骨跟第一頸椎 它整骨 第一頸椎 靠著它有兩個關節 在第一頸椎上 這叫整懷 那整懷呢 它影響我們的整骨大孔 這所有的循環 椎動脈椎 筋骨脊骨 還有整骨大孔外面的 頸椎脈孔 還有頸動脈孔 然後包括 12對腦神經 它的循環 它就像行民鬥 神桌正不正 所以台灣話講 就是 你拜的神拜錯是 會害你 會害你 事實上它不是害你 因為你自己沒有把神桌弄好 沒有把它弄乾淨 所以它邪 不是它邪 也是你的身心跟著邪 所以人的整骨也一樣 所以這裡面最重要是 峰斧跟峰池 峰斧就是 整骨到第一頸椎中間 重頸椎的地方 峰斧 那峰池是各旁開三寸 那峰斧跟峰斧之間 有個天柱穴 那峰斧是督脈 天柱是旁觀經脈 峰斧是膽經脈 那峰斧下面 第一第二頸椎有個峰斧 那這裡面有個大小 頭後大瓷及小瓷 大瓷是從整骨到第二頸椎的橫吐 跟脊吐 那頭後小瓷是整骨到第一頸椎 還有上下斜肌 頭上斜肌是整骨到第一頸椎 下斜肌是第一頸椎到第二頸椎 那裡面還有前指肌跟頭指肌 那頸椎有緊夾肌 緊急肌還有頭夾肌 那這些肌肉在壓的時候 因為雖然是跑步手腳在動 但是它的整骨跟著也是在動 所以它的壓力就很大 所以壓這個地方呢 事實上它經節很多是累 但是經節都不是 因為我平常運動量就很大 所以這點壓起來很舒服 但是手腕的就是 整懷是上懷區是天 手腕的中懷區是人 這地方幾個節就很痛 因為它氣血 它靜脈動脈神經在擺動的 累過累 腳踝是下懷區 就是地懷區也一樣 所以在人體的運轉上 這個三懷呢 風不風馳非常重要 那我們平常記得 人比較弱要戴圍巾 要戴帽子 然後有空沒空 熱毛巾搓後腦 讓我們的整骨大孔跟頸椎 跟我們的頭大小動脈 大小食肌 以及頸動脈頸椎脈的循環更順暢 那我們今天呢 就講到這裡四分半